各位馬鞍,香港時間應該是7時 都要跟進恆大 本來我想說深圳出現 10月10日開始 想拿回20萬人民幣以上現金是要預約的 這件事已經很明顯是一個危機 中國未必撐得過國慶日 有一件事 之前我講恆大的事應該都被我講中了 就是中國政府的要求之下 恆大有1300億on deal的戰略 所以戰略投資的債務 有八百多億當中三分之二 就轉了做股權 變成股份 恆大實際要on deal要找回 所以應該有四百多億 我估計四百多億都能解決到 據聞就是由中央的壓力之下 要求去解決這件事 我估計很大機會就是 有人看到那份報告之後 中央政府 習近平宣布介入 就是恆大暗起 就注水救火 或者是注水都沒有 被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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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也知道 其實這些換股的做法 一般都很不理想 為什麼對債主來的大部分 都不會想換股呢 換股的問題就是 你那個還債的次序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 一間公司出了事 要清盤 要延伸 你一定是有個還債順序 普通股持有人一定是最低的 其實周痛 那些無抵押的債主差不多 一般來說最高的 有抵押的那些是高的 然後當然是優先股 或者是債券優先的 我幫那些債主一定是先行的 因為你的幫 為什麼是 是一個投資的工具 原因也是因為 它的法理上的設計問題 好了 你現在 中學政府 局一些 根本還不到的債券 降grade 持有股權 好 你現在恆大不立刻暗 你不知道它多少 又不行 大家知道中國持續經濟下滑 再加上恆大汽車 這個 恆池 這個根本 我可以說是一個 很大喜功的項目 在商業上是不可行的 在商業上是不可行的 你有這麼多商業上不可行的東西 我想問有什麼還債前景 當然是美國那些 那些債權人 那些債仔 那些債仔 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基本上 習近平在做的事情 就是 開始在某個程度上 玩共產 譬如那些公司還不到 還不到錢 有可能 中央政府 介入 換股 也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 因為有部份 入股的那些公司 就是 債住股的公司 是國有的 那我相信 習近平想乘機 另一方面 加大對恆大地產的控制權 這個也不奇怪 就是 多重一個共產的手法 所以 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到 就是 恆大並不是一般的企業 它很大機會是黨企 這個許家印 究竟是不是 一個普通的民營商人 我相信不是 做地產做得這麼大 可以借錢 借到這麼狼胎 你覺得這個是民企 這個擺明是黨企 他差了是做哪一班人的白手套 說真的 如果這個是一個白手套企業 這件事就更加肯定 因為 好實說 你 恆大未至於 做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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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件事 你看到 現在習近平 所有的一舉一動 在經濟上 是很令人擔心 和很令人猜疑的 其實 就是 中國有這麼多負債類類的企業 然後你就迫人 轉債 由債轉股 是不是 而且 中國的地產的問題 並不是一個 一間公司 兩間公司 過度擴出的問題 這是一個 系統性問題 其實是 系統性問題 系統性問題 就是 你 好 你現在夠了恆大 馬科夠不夠 然後 其他幾間地產公司 夠不夠 我猜的債務 都是差不多 然後 你有搞大型 那些 澳大起工企業 美大不調 是不是都要救了 這件事 我還未計 就是現在中國 為了突破美國 在半導體上的封鎖 將 現在搞了半導體 全民大建國 這個又是 很瘋狂的 總之 現在中國 要救企業 很簡單 要搏習近平 救你 你故意 那些公司 去令到 習近平 覺得很開心 很好 大起工 很開心 要救你的 他就會救你的 這麼簡單 你做些事 哄 你好像哄毛澤東 那樣哄 你欠多少錢 他都會救你的 比特利 重大 如果他引得到 這個就是今天中國 拯救企業的奇怪方法 就是 只要拆到習近平的鞋 就可以拯救企業 為什麼我說 這個行持汽車 可能就是 恆大獲救的關鍵呢 就是電動汽車這個企業 你看到 美國的那些電動汽車企業 習近平是歡迎他們進來 原因當然可能是偷技術 也是因為 因為鋰電池這件事是中國工業的部分 那裡涉及很多人的反患 但還有一件事就是 習近平一直都很想 假裝他能夠解決中國空氣污染的問題 他就覺得中國空氣污染 或者減排這個問題 是電動車可以解決的 或者低排放的汽車可以解決的 他還可以拿來出口 覺得自己很先進 就是5G的情況 就說我是中國 全國全球最領先的 我還可以困一些西方國家 我再說回去 還可以抄完別人的東西 再去export 這個也是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美國那些企業 或者德國那些汽車企業都是 做電動車 開始把電池製造的模組 由中國觀回德國和美國 這個大趨勢 一方面不想日本企業風濟 但另一方面更大的問題就是 中國會抄贏 唯一真的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你這個部分 你禮止有關的 chemical 的部分 那個出口 那個貨源的問題 但我相信你不是中國獨有的 中國多 但不是他獨有的 是可以解決的 這個就是今天的中國狀況 所以我猜如果中國那些有問題 地產企業會不會突然間 宣佈進軍晶片企業 然後意圖得到中國拯救 你想一下恆大這條橋也行 對不對 因為知道習近平很希望 搞一些低排放的汽車 令到中國人 人人會開車好像很厲害 但又不會有空氣烏耳問題 然後這樣也過了骨 你覺得 然後你又說 我請很多人 因為你免得失業問題 這麼難看 然後又過了骨 你會不會請很多人的晶片企業 然後又可以過骨 這件事值得大家關注 這些叫做 有中國特色的過骨技術 所有東西 研究科技 完全不知道那件事 是否可行 或者商業上可不可行 只是因為習近平一個人想要 所以就去到盡 這就是中國特色 所以這也是支爆的其中的原因 為什麼我說支爆的原因 中國更加投資很多所謂的工科技 問題很多在商業上的模式可不可行 是不知道 但是之前兩個最重要的 一個叫做高鐵 高鐵狂插Ice 大家都知道 一會兒新幹線 混合Ice的怪物 幸好法國奧 不是傻的 沒有被TGV去抄 法國奧真的很聰明 很聰明 那些事實上 高鐵在商業上 肯定會讓中國 是一個被破產的原因 你看日本JR 日本國有鐵路 搞出來的大頭髮 現在都未清理完 你整理完整 日本經濟的底子多強 都整理不成功 更加不要說中國 對嗎 中國的市是怎麼整理的 我不知道怎麼整理的 那其實是一個支爆的原因 建立太多的 無謂的高速鐵路 你看日本 很多新幹線 現在 都知道有商業潛質 你不要說現在中國那些 中國那些 除了經過線之外 哪一條有商業潛質 你告訴我 現在香港高鐵那一條 舍到灘灘腰 那些土共全部 一句聲音都沒有出 一早就說了 那件事不成功 又不聽 對嗎 但是高鐵都算 因為高鐵可以用國家安全 為理由 始終是核運鐵 高速核運鐵可以用來運兵 當然 如果美國打這個 就肯定全部打鐵路 肯定炸鐵路 炸到硬硬硬 不用說 一定是 好 鐵路也算 5G 其實5G 現在不知道 有什麼行業模式 只不過就是華為 它用的切入點是正確的 甚至就是 在Base Station那裡 用極低的成本狂做給你 賺了一大筆西方國家 電訊企業的錢來養 但是現在美國也封了你門 死眼 對嗎 但是都說 商業上是 sensible 只不過就是 被美國也看穿了 但是你去到晶片 以及去到電動汽車這兩範 就不是那一回事 我先說 電動汽車就是恆持獲救 這個很大的原因 電動汽車 我想電動汽車的問題是 你 中國 首先就是 你 領聽一架車的成本 中國又沒有這個收入去維持 這個領聽一架車的成本 這個是最基本的 不然你就會出現第三輛國家的汽車 很多是維修不當的 周圍都是炸彈 你記住一件事 有些人說氣油好像很危險 其實 氣油危險也有限 或者柴油危險也很有限 即是 你就算有些維修不當 都不至於周圍爆炸 就是 鋰電池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化學物質 其實鋰電池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化學物質 這個是大家 這個是常識來的 告訴你 維修不當 是真的會 電動汽車不爆 一爆就 真是全革X 有問題就是 在西方國家 一般來說 維修是可維修 是可維修的 因為 你不可維修 第一是你自己的命 沒有了 第二是保險賠死你 你說 你中國是哪一個 這個計劃 你過了幾年的時候 就不斷爆炸 比亞迪也狂爆炸 剛才以前 就全部無法維修 不行 這個是中國的 現在收入台的過程 並不適合玩的問題 接著 晶片那裡就更胡鬧 晶片那裡 你去到七 即是你去到七奈米的技術 那時候之後那些 即是你已經用到EUV的技術 這麼高 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是不能做的 那件事 你不能夠討伐煉港 你買不買到那部光刻機 就不會有問題 就算你買到光刻機 你也不能夠討伐煉港 因為那件事已經是 精細到不得了 而英特爾 英特爾已經是頂級的 國際來說 他都沒有辦法自己解決 那個七奈米或者五奈米技術的問題 很大機會他都要找台積電 因為Niche到這麼精細的地步 那時候已經是 你要那個民族或者科研人員 那個精細度的問題 不是一般簡單的問題 那個是 所以你為什麼光刻機那部公司 不是在美國的 光刻機 全世界最厲害的那個 怎麼會是SSML 怎麼會是一間何德合作的公司 即是一個鏡頭 德國的 塞斯導演 我猜沒有人 取得到塞斯 對不對 然後那個 光源那部份 是菲利普 以前菲利普那班人 為什麼會是這樣 歐洲那種精細 那個是美國未必做得來的 然後為什麼是財積電 財積電還有一些人夠勤的 他還有日本人的精細 台灣人有日本人的精細度 記住 但是他的成本控制的能力 是高過日本人 他這樣贏的 你看到韓國人 為什麼三星好像 他都有日本人的那種性格格深刻 因為曾經是日本殖民帝 問題是他為什麼贏不了台灣 你知藍航營的 價值控制 以至價值控制 是不及台灣人的 台灣人有一點 真的是強的 這是台灣民族性開始出現的地方 就是他的價值控制 和成本 和價值控制 的平衡是做得好的 價值控制 時間控制 價值控制 三樣東西 他都做得很好 這是近代台灣人 做的 甚至他怎麼全國去做一個產業 他都做得很厲害 而偏偏這件事 我可以說 你是 中國人怎麼做到的 中國人 因為靠 靠 靠 抄 維生的民族 怎麼可能做到 我剛才說的那些 所以你看到 你最後一堆精編公司 很發展過的結果 是很悲淡的 你現在看到 是第二次大躍進 其實這就是 我可以說 中國模式 如何看 計劃經濟所出現的問題 中國人共理的產 顧問是一個問題 極權主義 任何極權主義都會共理的產 就算是納粹主義 有部份的企業 他給他做私營企業 但是他有部份 他都是 變成了 你一定是統制於 一塊東西裡面的 其實 德國沒有日本做得那麼嚴重 但是德國也是嚴重的 最短型的例子就是 IG Furbrand IG Furbrand 就是 掩繞工業聯合體 其實就是 將德國所有的化學公司 平民一間 那個是很有問題 那個是被盟軍 解散了 因為他那間 是必須要為 猶太大屠殺負責任的 因為毒氣室那些 毒氣器他們提供的 你問中國的問題 中國是 人家德國還好 人家德國真的有技術 日本還好 日本真的有技術 我想問中國有什麼技術 上次鋼鐵已經是大錯 鋼鐵那時候 因為軍事一定要用鋼鐵 為什麼那時候 毛澤東大躍中要用鋼鐵 因為 鋼鐵是 軍事上 要擴張的一個基本 沒有鋼鐵工業 撐腰你的軍事 打一條毛 那時候 是剛剛 差不多是 在 韓戰之後 其實已經損失了很多武器 那些裝備 他知道 如果要跟美國鬥 就一定要在鋼鐵工業 一定要贏美國 就是 鋼鐵工業 現在中國當然是佔領導地位 現在問題就是 已經試過境遷 已經是幾件事 現在鋼鐵工業沒有錢賺 你自己玩飽去 你看到 印度公司 印度人做 印度人做 中國人做 中國人做 沒有人想做鋼鐵工業 因為台語科技已經改變了 但是你看到 現在 習近平很大機會 再犯一次 大躍進的錯誤 就是 他覺得 電動車 或者一些零排放車 很有前途 他覺得 這件事很有前途 接著就 完全沒有方法 沒有 建立一個能力益 只是靠抄襲 和靠其他東西 去建立自己的國家 而且因為中國有抄襲 成功 嚇倒人 是挺好的 你好像原子彈 那樣 原子彈哪裏都是中國 自己有靈略發明 擺明是抄襲美國的 又是 蘇聯也是抄襲的 說真的 你不要說 但蘇聯始終有基礎 他是基礎物理學的主要國家 OK 即是蘇聯 你給他一點點訊息 他可以繼續玩下去 他可以推下去 真厲害 很多人 蘇聯的原子彈 或者太空科 很多人都抄襲 一定是 但後來 他有自己的貢獻 因為 俄國本身的基礎科學不差 你看他的數學 都知道 俄國的數學 一直都很瘋 爽的 全歐洲供應 俄國的數學 俄國是全歐洲供應的 俄國有科學水平的國家 始終 中國沒有 問題就是 原子彈的風景 他成為五強之一 靠抄襲 我都可以兇人 我覺得習近平 或者很多中國人的經驗 都覺得 這樣也可以試試 結果就是 當中國的經濟 有一次岸廢之前 在一些完全不謂的事情 在身上的時候 你想想 岸廢會有多悲慘 所以我們中國的經濟 一點都不看好 恆大沒有現在爆 只會是 你因為中國死頂 你記得中國 這個死頂方法 只會死明天 你一直這樣 把東西逼下去 逼下去 一爆起來 就真的超新星大爆炸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要做這件事 你是不是要出現這件事 所以你給我一定先走了 還有他一定要 以甚麼來說 他就會沒收更多人的資產 來撐住他那一檔 譬如香港的聯繫 會在香港的儲備 會是一個安全 深圳都不可以拿錢 我拿大量現金的事 在10月10日之後 你覺得香港 香港的強迫金 那我不回來就不用說 香港會不會日後出現一些 外匯上的流動的管制呢 我很擔心 因為習近平這個人是短的 這個人是把毛澤東的錯誤做 重複一次 而覺得沒問題 中國人沒有反省過 而恆大獲救這件事 亦都會開啟很多人 博猛之門 因為原來 我欠那麼多錢 就算做地產商 你搞一檔 你搞一檔 就看到習近平很開心 我都可以繼續搞下去 原來他是這樣的 即是奉迎習近平就有得吃 當你去到這個局面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個國家的經濟大問題 因為完全不是按市場的規格而行 你一定會死的 市場是不能挑戰的 市場是混沌的事情 你不是上帝 上帝也搞不定 那件事 那件事 就是留下一個系統 但是上帝不會自己 用手去操控這件事 這個我也要留意 今晚第一節就講到這裡 第二節就會再講美國總共大選 第三節我就會講土水草陽的事情 今天第一節就先到這裡